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的西瓜田老师,欢迎你回来 好,上次我们说了一个如何接收用户的输入,对吧 并且变量了一个复值,还有一个判断条件,判断表达事 那今天我们就说解决上次遗留的问题,就是我们的input接收都是字不串 那我如何和这个数字进行比较呢,我们就要转换成一样的类型 那和数字比较就要转换成什么数字,那我们就要今天呢 我们就这次课呢,这次课就来说说什么呢 我们的数据类型,以及数据类型的都有哪些,还要如何进行转换 那么先看一下,如何去看一个数据的类型,好吧 在这里可以用TYPE,这个是内置的,内置的,你可以叫做工厂函数 OK吧,工厂函数,那比如说我们现在n是一个10吧 那么还给它复制回来,好吧 比如说10,OK吧 好,那么n呢是一个字不算了 那怎么去验证呢,TYPE小块,把这个变量写进去就行 当然TYPE你直接写什么呀 写这个值也行啊,比如说数一个100,那这肯定是一个整形 这叫int,这叫int,好吧 这叫int,OK 好,那一个是数字,一个是整形 一个数字又是一个是整形,一个是字不算 肯定没法比较,好吧 那究竟除了这两个,除了这两个 还有哪些基本的一个字不算 基本的一个数据类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有int,刚才说完了 那究竟int哪些是int呢 这些0,负1,还有1,这些什么 都是int 都是int 有int之后呢,还有小说点 这里我就不敲了,这是非常简单,好吧 还有小说点 小说点就是还有小说点的数字 还有小说点数字 那这种小说点我们叫什么 叫辅点形 辅点形,用float进行表示 float进行表示,OK吧 那1.1,0.1都行 甚至你负的,负的0.1也是,好吧 负的,负的 负的0.1 它都是float,好吧 都是float,这里呢 加一个负数 OK 那除掉这些字符串 整形 还有什么 这个辅点形 还有那些 还有布尔形 什么叫布尔形呢 布尔形只有 就是真和假 真假 OK吧 真假 那这个布尔形呢 就有两个值 这是数据类型 然后具体都有哪些值是布尔形呢 一个是 注意是这个处 还有什么 是一个force啊 处和force 注意首字母都是大写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 好吧 演示一个 OK吧 这是它的数据类型 这是它的具体的值 好吧 具体是值 好 那下面还有什么 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凡是影号引起来了 都叫字符串 好吧 只要是影号引起来了 都是字符串 不管你里边写什么 都是字符串 你写一些 一堆乱码 也是一样 或者不识别 你感觉 根本就不识别这种 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都是字符串 好吧 都是字符串 比如你写 负值 负1 负1 或者负什么 10.9 都是st 都是str 好吧 那这是基本的数据类型 那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二进制叫做bys 我们pys3里边叫bys格式 那bys格式呢 它就是什么 用b开头的 那你普通字符串 用b开头 这个表现形式就是 最开始有一个b 那这个呢 就是什么 就二进制方式 bys格式 好吧 bys格式 这是二进制的 OK吧 而进制和字符串 是不一样的 好吧 不是一个类型的 好吧 不是一个类型的 好 那我们看看 那我们拿到这个类型之后呢 那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类型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如何 如何进行比较呢 那就要涉及到 类型互相的一个转换 他们数据类型呢 可以互相转换 只要符合条件都能转换 那我们现在就有 我们需要把这个用户 现在输入 输入之后呢 真的是什么 字符串 对吧 那我们要输入字符串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字符串的转换成整形 这样才能和整形比较大小 对吧 字符串之间和整形之间 它俩直接比较是包错的 我们可以把字符串类型呢 转换成什么 INT 整形的 之后我们就来 就可以比较了 那么现在再来说说 如何进行类型转换 如何进行类型转换 好了 其实类型转换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某些对象 转换成INT 很简单 我们就用刚才这个 它的类型加上小块 类型名字加小块就行了 这是内置的一个工厂和说 内置的一个工厂和说 好吧 我们INT INT之后呢 比如说INT接收了一个字符串的整形 字符串含数字的什么字符串 它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整形 整形 然后呢 它是负识 它会变成负识 负识 那比如说我们1.1 它会变成1 INT变成1.1 注意这个1.1 这个例子不好 直接1.9吧 省得你以为它是什么 四舍无弄了 五入呢 其实不是四舍无弄啊 它就是直接什么变的 直接什么 要整数部分 这个不管是多少 我不要 小数部分不管有多少 不要 这是转换成整形 那还有转换成整形 就还有什么 转换成float 浮点形 转换浮点形 那就是还是用这吧 float 然后加小过 给它 你传一个1 它有个1 整成1.0 你传个-1呢 就变成-1.0 主要是现在float 那你这种方式 注意看这啊 你这个in 你这个float 影号引起来的1.1 这个影也可以接收 也可以接收 这也是没问题的 这也是没问题的 好 主要是在里边 含有了一个点 它能自己给它转换出来 自己能转换出来 那说到这个float和什么 inter之后呢 这里边inter 你不能这么干 怎么干 你本身是一个什么 不是数字的 你给它都肯定转换不了 好吧 肯定转换不了 必须什么 是一个数字才能转的 那数字加什么 这个字符上 其他字母的组合 肯定也转换不了 转换不了 好吧 这是这个要注意的 float仍然是一样 float 你不能f float 是吧 那影号引起来 1.1可以 你如果再多一个点 1.1.1 它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是不允许的 好吧 这是不允许的 好 这是转换成float float 那转换STR就没什么限制了 所有东西都可以转换成STR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转换成STR 我看 转换成STR STR 然后比如说 111变成STR 负的110变成STR 然后只要是影二引起来 都是STR 这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 那这个负的11.1 那仍然会变成 浮点数了 好吧 正的数了 那值得注意的 这个用的最多的也是 还要注意这个 这个注意 我们如何 如何把一个二进制 就是bys的数据类型 转换成什么 我们的STR呢 我们就用STR这个 工厂行数 之后呢 你要转换的二进制数据 然后再传一个 注意这两个叫做参数 这两个叫做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和第二个参数 必须用豆豪隔开 好 中间呢 要有一个空格 这个是规范 有空格是规范 有豆 这个豆豪是必须的 语法 那空格呢 是有规范 好吧 第二个参数 是传到一个什么 字符编码 我们学mycycle 前面应该都 都了解过 就默认字符 基本的问题 好吧 我们一般都使用 UTF-8 这个是固定的啊 固定的参数 encoding 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一个 二进制bys sorry 都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什么 STR了 STR 它前面就没有b了 OK吧 好 那说到 我们可以把二进制 转换成什么 字符刀 那我们有没有需求 把什么 字符刀转换成二进制呢 这个当然有了 这是当然有了 因为我们数据存的 其实存的本身就是二进制 并且呢 我们网络传输的时候呢 也是二进制 好吧 你会在后边呢 一些 一些这个 我们的知识当中 或者说 这个我们的 就有一些 后边学习的过程中 会碰到 很多这样一个情况 很多这样的情况 好 那么现在 如何把 普通的字符刀 转换成二进制 非常简单 你不是要二 要这个bys 可是什么 要二进 要bys是吧 那你就用bys的 工厂二进行转换就行了 同样道理 前面写什么 字符刀 后边也要写什么 要写一个编码 也要写一个编码 字符级 好 那这里都统一 都用什么 utf-8就行了 好 那转换成之后呢 你会看到 这都是16进制 斜杆x代表 后边数字 是一个16进制 是数字 OK吧 e5就是16进制 对吧 那这个呢 仍然是代表 后边是数字呢 是16进制 8d都是 那以此类推 最重要 前面有个b 这是二进制 好吗 那么来随机操作一下 好 用bass拿到这个 OK吧 你看 能不能拿到这个 那我能不能给它转换过来 当然可以 你复时粘接这个就行了 或者你干什么呢 把这个呢 变成一个变量 b 等着它 b不就是这个值吗 那么现在给它转换过来 str小块 b 逗活 干什么呢 我们的 encoding 要指定字符编码了 好 这里支持 type键呢 encoding 敲type键就有了 好 那我们写一个 字符编码就用 utf-8 OK吧 它就变成什么 str类型了 好 那这个其实也能用变量解决了 s等上一个 可以吧 s 那type 是吧 s 这都没提了 对吧 这都没提了 好 那把这个呢 来给大家呢 拿过来 好 那现在这个就是类型的转换了 那到这儿 今天呢 这次课呢 就结束了 我们需要掌握这些支点 就这么多 你先把这些掌握熟练了 就没问题了 基本的需求就能满足 好吧 一个是类型 都有哪些类型 还有类型互相之间的转换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来解决 现在呢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input能接收的 并且呢 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 进行类型转换了 类型转换之后 都转上Intel之后 就可以比较了 我们之前表达式 表达式是不是也比较了 那现在我们比较完结果之后呢 是不是要输出一些东西啊 那这个就是要 用后边的 我们要学的什么 下次要学的 一符判断语劲 一符判断语劲 OK 那这次课呢 就咱们先到这 好吧 下一次课呢 我们 尽情期待 讲这个一符判断条件 Python的一符判断条件 比share里边简单多了 非常易读 也非常易写 结构非常清晰 OK 好 这次呢 就先到这 拜拜 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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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